92.97你这胜率 目前SE的蜘蛛 大家好派大帅 欢迎收看本期大众观战 这个胜率92.97来看一看啊 阵容的话 飞银加调食杂技加前锋 老观众应该知道 墨野猫的话是一个老牌的竹簧了 但这个胜率说实话 我有点意义难平 这胜率在当前本本打蜘蛛能打这么高吗 琼琼这边的话双搏命 上来抓 你别说这几个人呢 看上去好像牵制力都不错 但在蜘蛛面前啊 也就是一轮猪丝起一刀 闪现跟一刀带走的一个结果 就老蜘蛛是不会让这套阵容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6超过80秒 讲道理是这样子的 调食可能会上线再高一点 其他的就是这些飞银加前锋啊 杂技啊 这些位移在蜘蛛面前都是一轮猪丝 能解决的 解决不了呢就两轮 闪现开第一刀没关系 这个点前锋的球已经交的差不多了 猪丝呢我已经步上了 对吧 只是刚才这个点有块板子卡住了 要不然起一刀呢差不多也就是80秒 没关系这个前锋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没有人能保得下来 耶稣来了都不行啊 这个击倒了以后我们可以开始想这边的一个手椅该怎么守呢 因为球人这边外面是双搏命的 双搏命 第一轮前锋牵制 休机最慢的人牵制 对于球人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但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一个第二式 第二式挂不挂 挂 这不是 这为什么蹲了个杂技啊 大哥你哪来的 哎 一颗球没跳好 这里压了个落地刀前锋交飞轮 那双倒没机会了 这里队友还在扛刀的 这杂技是提前预判到了要被挂进地下 是蹲在下面的吗 他蹲换个地方蹲 他蹲里面的话他其实可以卡血线 因为这波前锋是被秒救的 所以球人这边虽然说 杂技没有被打出双倒 救人也比较顺利 哎 这救人也不算顺利 这救人有点磕磕绊 差一点追双倒 但对于蜘蛛来讲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是一波秒救 秒救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外面还差一台整机 那除非非一加搏命套上 待会还有什么扛刀之类的 条式来救的话呢 就更别说了 连搏命都没有 对吧 我这边 Q 土中 打这对啊 你就 就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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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双喷 哎呀 我 我 我双喷 我双喷 我双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这边条式 你也走不了 这边乔摩头 不是 涂一库猪丝就好了呀 这个乔摩头 关键是这个条式可以不挂 不击倒 为什么 因为这波其实你去击倒条式呢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条项师刚才所做出来的表现是什么 密码机感觉快好了的样子 那么这波条式身上面带有三层蛛丝 你不击倒他 等到挂飞前锋以后 回头过来吐了一口 就算机子压好了密码机点亮 或者说当时密码机直接点亮 这条式也走不了 对吧 当然他这边的话可能对于密码机的判断更加准确啊 知道你这机子不够传送过来 这把球者打得有点激进啊 这个抽刀没中 杂技的话这边 倒了的话是倒遗产的 赢了 怎么说呢 这把有点可惜的 挂地下室啊 又挂地下室 挂地下室让球者压击救人啊 挂地下室不好 这个地下室真不好 这个地下室 这等会儿 挺像是什么 新洗机子了呀 路人局啊路人局 走走走走 如果说去修那台遗产机的话 飞一下这边过来正面给压力 会不会有三人开门站的可能性一点 这边直接交了一波大喷 先不施伤害 嗯 人作伴了 传送拖出来了 还是一个地压室 主要还是密码机不知道 密码机不知道 这波如果知道遗产机的话 应该是可以比较舒服的 打三人开门站的 现在不好说 现在这机子还不够呢 关键是 对吧 再吃一口喷一刀倒地 小心问题 你这机子没好啊 这么就我们比较常见的 一个路人局当中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刚想说什么呢 就是这一把的话 刚才那个躲地压是秒救 从结果上来看 其实蛮亏的 其实从结果上来看蛮亏的 内波如果说 能够再多拖一会的话 双博命 机会面 四人开门站是有的 四人开门站是有的 这边的话 毒你香水回来 好 翻 倒了 再毕倒 哎呦 来 你再来 你再修 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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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修 感谢老师看吧 下集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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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